组合式 组合式的天赋就是 你并不是在一到一百里面单一一项 第三十三项 你就粗类拔萃一次赢六十亿了 你可能是在第五项 赢五千人 第九项赢五千人 第38项赢五千人 第92项赢三万人 而这些组合 组合起来的最强项位置 那一个位置 可能世界上已经有这个职业 或是这个世界上还没有这个职业 等着你去开放 可是当你把你的最强组合群 保留 发挥 而且把他驾驭得最好的时候 这个最强组合群 他所呈现的 就是这一个领域的天才 所以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自己还有我们身周边的所有人 我想每一个人经验面都一定有过这个例子 可能今天在上加政客 有些人随便一煮 他的菜就超好吃 有些人食谱回去墨备了一小时 煮起来就是不如去吃泡面 差别差在哪里 不是差在后面那个人不努力 讲白点就是差在甜点 而这种组合式能力 就是我刚才说的 他的各项的组合 天赋的组合群 他是不是符合 这一个位置的主要表现群 所以天赋他是很立体 他是非常立体 而且他并不是单 那为什么 在教育上我会说 帮助孩子找到天分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因为很多人会说 我希望我孩子快快乐乐 很多爸爸妈妈在孩子出生的第一天 其实你就许下一个新的 我希望你健健康康 快快乐乐过一辈子 但是这个命题 其实有很多东西需要去支撑 今天如果不是你的天赋领域 可是你又硬要在里面耕耘 有一句古话叫情能补着 情能补着的意思是 我让我着力的地方 补起来 不那么着 可是难道会变优势吗 不会变优势 所以你在怎么勤劳去补你的劣势 我让你补到末世时好不好 你要突破进去前四十 甚至突破进去前三十 你怎么努力 你都不可能做到 因为你没有那个技能 你今天没有短跑的天分 你在心里面怎么许愿你要跑奥运 你怎么努力你都是跑不进去的 我真的很残忍地说 你还是就是排在第三个后面 而我们 在教养上最重要的目的就是 教孩子去辨识 而且很恰当的把自己的天赋 管理好 发挥出来 让他的价值可以发挥